卧底的最高境界是 你明明知道我是卧底 还要装作不知道 当许流年化型陈俊南被认出后 陈俊南的野路子也开始 更野了起来 好 去吧 时间正在流逝 不要耽搁了 可是那个屏幕 关于自的事情 我来处理 你去做好自己的事吧 好吧 是发生了什么问题了吗 你这副样子可不太对 太荒唐了 这实在是太荒唐了 我现在终于知道 旗下为什么要给我安排 许流年在我的队伍中呢 什么 那个化型是旗下给你选的吗 这下可好了 化型与反化型 还不等咱们将对方的战术搞乱 对面的人就已经来到 咱们的备战区了 什么 你是说 刚才那个人根本就不是化型 而是陈俊南本尊吗 我猜是的 怎么可能 你是说 我在赢了陈俊南之后 把字送过来 他也接着装作许流年跟了过来 要不然我说荒唐 这种战术不像是旗下的风格 更像是陈俊南的风格 这件事简直太滑稽了 陈俊南就这样大摇大摆的 来到了我方的备战区 小年和他比想必还是有点稚嫩 他扮演陈俊南 或许有点难度 可陈俊南想要扮演他 实在是太简单了 这下可麻烦了 看起来是旗下给你选择了化型 但其实化型同时存在于我们两个队伍之中 许流年化别人 别人化他 旗下这一招走得不错 他占用了我们队伍的一个名额 替两个队伍同时发挥了功效 现在看来 我们谁也不能相信了 没关系 我从一开始就说过 不需要你们团结 只需要你们发挥个人能力 等一下 可是这也不对 陈俊南手中只有一个包 现在他是拿着包过河的吗 这不违规吗 关于不能过河的规则 也只是猜测 既然一个人可以拿着半个字 在对方区域行动 只能说明规则不是不能过河 更像是过河之后会发生某些事情 看起来陈俊南什么都没发生 不仅如此 他还像是走了狗屎运一样 一路上避开了咱们的所有人 我能做的也只有将他之走 你去帮我把张山和金元勋找回来 他们容易被骗 这件事必须要同步给他们俩 楚天秋 这应该算是你的领导失误吧 怎么说 我该说你马后炮还是 你明明知道对方是陈俊南本人 却还要给他一个字吗 我从对方手中好不容易得来的字 就这么被你轻而易举地交了出去 甚至还交给了他本人 这和你说的话前后矛盾 你不是在给他字之前就看破了他的身份吗 炎之春 你知道这场游戏当中最大的隐患在哪里吗 最大的隐患吗 就在这个脆弱的屏幕上 屏幕吗 刚才陈俊南问我 为什么不把所有人聚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意识到不对了 所以我只能马上将他支走 本来还想跟他套取几句情报 但现在也只能将做就错 将作用最小的金字给他 毕竟他第一次做出这么大胆的举动 心中也紧张 打到字了之后就会赶紧离开 你是说 一旦对方全部都冲入了我们的备战区 他们根本不需要抢夺字 只需要随便一个人将屏幕打碎 我们就已经必败无疑 如果你继续让他留在这里 他有可能出其不意的一拳 把显示屏打碎 刚才陈俊南也正是在试探 我是否想到了显示屏这一点 毕竟真正的许流年 不会一直盯着屏幕 他对这场游戏的输赢 都没有那么在乎 也不会关心我组成什么字 只有对方的陈俊南才会这么做 难怪 难怪无论是你还是旗下 都没有第一时间将人 都聚集在房间内开始阻资 反而是尽可能地将自己的人马 开散出去 刚开始我还不大理解 没错 这个规则当中 有个不易察觉的陷阱 那就是备战区不能储存字 换句话来说 想要拿着手头所有的字来创造 就必须有足够多的人 留在备战区 这会让前线失守 家门大开 也有可能会让对方 全面入侵我们的区域 从而对显示屏发动攻击 所以 我和旗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手 守住了自己的地盘之后 再召集队友回来造字 这期间就算丢了字 都不能退缩 这场游戏的将帅都可以丢 唯独不能让对方闯进被战区 显示屏就像是双方的手机 是的 现在看起来咱们的入侵队伍特有成败 文巧云那边怎么样了 文巧云 我不知道 各处的房门都关着 根本没办法一眼看透 也罢 你先替我去找张杉和纪远勋吧 喂 俊男仔 你去哪里啊 我丢那不是对面吗 你过河了 快回来 情况好诡异啊 老乔 小爷又得分了 你自己小心 千万别相信 小爷我啊 啊为什么才几秒钟的时间 这件事这么难理解呢 俊男仔你刚才不是 现在怎么又 不奇怪不奇怪 小爷的回响可是穿墙 先走了 俊男仔你还真会穿墙啊 当当当当 小爷又回来了 旗下 你这个计划 你这个思路也太 所以 你趁现在练习一下 我们的机会不多 或许只有一次 好 我 我知道 你放心 我现在赶紧去练习 谢谢你 什么 我说 谢谢你 好奇怪 旗下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啊 这还是那个老旗吗 没必要吧 我还什么都没做呢 现在说谢谢太早了 万一失败了可就 不单单是这件事 很久以来 我都想谢谢你 只是你从来 没有给过我机会 很久以来 吗 还是不能理解 按理来说我能力低微 能够帮助到你的次数 不会太多吧 太多了 我怕这一次又和以往一样 你会在做完自己该做的事之后 找个地方默默的死去 所以我想提前说 这 你不用这么客气 虽然我不知道自己以前做过什么 但肯定和这一次没什么区别 我都是自愿的 而且就算要找个地方默默死去 那也是我 自愿的 爱 或许这才是 你吧 那我先走了 甜甜 还有事吗 我想最后认真地问你一次 如果有一个能够重新来过的机会 摆在眼前 你会选择逃出这里 回到你的人生吗 啊 我 我不想 我或许已经没有 所谓的 人生了 就算能够让你重新来过 你也不会选择 回去看看吗 哎 小张三总是这样 一谈到这个问题 身上便会散发着 对整个世界毫无留念的果敢 他脸上的愁躇 也只不过是他礼貌拒绝的犹豫 而不是该不该回到现实的思考 或许他才是中烟之地里唯一一个 对现实世界毫无眷恋的人吧 对不起 无论如何 我们先赢下这场游戏吧 也好 小弟弟 这个 哥哥 你拿到字了吗 好家伙 玩叠中叠是吧 怎么了 连个小孩都装 张姐你站一边去 小心一会儿 他咬你 啊 不 不是 来来来 有本事你冲我撒 你把那个嚣张小孩弄哪去了 你现在是动不了大的动小的是吧 那个 可能是误会了 陈俊南 我们刚才遇到有人冒充你 还是英雄弟弟识破了对方 这期间我们一直都没分开过 所以他不是假的 哎 不对吧 张姐 你知道这小孩刚才怎么叫我的吗 我认识他这么多天 就没听到这孩子叫过我哥哥 这和天上下斗志有什么区别 我那是为了试探你 你居然还在这里试探起我了 真不知道谁更让人操心 你这小孩 小爷也被那画形搞得有点应激了 小心点没错吧 好 这次又有什么收获吗 嘿嘿 当然了老齐 你不知道小爷刚才干了一件多么牛的大事 看看这是什么 外贸包带回了丝巾 也算开启丝绸之路了吧 如果我没记错 陈俊南一开始的字就是帅吧 怎么现在只剩下了半个字 还这么开心 能抢回来半个字已经算是罕见情况 连续两次都抢回来半个字 就不能用罕见来形容了 不是 这哪儿跟哪儿啊 小爷这两个字可没有一次是抢回来的 都是别人主动送我的